這次的主題是如何傳呼音 大部份都不是講到法人神聖證 經歷四年報道法的 經歷四年報道法我們以前講過 大家上網可以看回 我這次會輕微的提及 但我會講到很多傳呼音方面的 其他要留意的東西 還有有些什麼方法 大家有心想拯救你周圍的人嗎 有 幫助他們得救 有沒有嘗試過 有 有嘗試過 有沒有成功過 有 感激主 有沒有失敗過 有 不要緊的 失敗過是很正常的 有沒有繼續再接再厲 有 感激主 有沒有信心 有 哈利路人 好 首先聖經馬太福音九章十三節一齊讀 經常說 我喜愛言述 不喜愛濟智 這句話的意思令人者去傳播 我來本不是召義人 乃是召聚人 就是耶穌好喜愛連率 不起愛濟智 這句話說到是神的連率 還是人的連率 神 神 看完整個經文 我喜愛連率 不喜愛濟智 誰是濟智的 人 人 所以這個連率是誰 我喜愛連率 神 濟智 是誰 我喜愛連率 不喜愛濟智 神 神 喜愛連率 是的 但是那個連率是說人的 人連率 人 因為神連率 因為神連率 神連率 人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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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知道那個經文 我看上下文 下面那句話說什麼 我喜愛連率 不喜愛濟智 濟智是誰做的 人做的 對神來講 連率和濟智 是說到什麼 是人 這個連率是說人對人 因為神對人的連率 人對人的連率 明不明 為什麼是人的連率 因為文化上不合理 我喜愛神的連率 不喜歡人的濟智 不是很合理 是說到人 有連率的心 神就很喜歡 這個不喜愛 就不是說 真是神喜歡你憲智 而是說 祂喜愛你連率 多於你憲智 神最喜歡 就是有連率的心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1998年的時候 經歷四年充滿 就是安卡羅 在阿根廷 他是一個生意的人 他做生意 但是他經歷四年之後 他就一直被神改變 結果後來他是做報道家 他做報道家 他是很特別的 我真的見到他 因為我參加過不同的聖年聚會 但是我見到他是最特別的 就是怎麼樣呢 無論他聚會有多大 有多多人 我無論在香港見到他 或其他地方都見過他 有多少人都好 總之你留在這裡 他就會繼續為你祈禱 就是他會去暈了那個地方 為了每一個祈禱才會走 安卡羅 他是有這種 這一種的憐憫人的心 很想去到每一個人 去到祝福每一個人 安卡羅 那我自己呢 是當他第一次跟我祈禱的時候 就是好像電流 和很大的愛湧入裡面 然後我就哭得很厲害 那我就 結了地下 就很感動 哭了很久 在那個心裡面走路反思 哇 原來神可以這麼 真實來到我身上 可以這樣經歷神的愛 我心就非常感激神 就從神講 神啊 我真的要和你 建立一個心的關係 真的不再是好像以前那樣 並且我就說 神啊 我真的很想 好像安卡羅那樣祝福人 那第二年他來到的時候 我是參加伏事隊的 就是參加一些訓練 大家就可以為一些人服事 祈禱了 就是有那些凡是有經歷的 那些就任來為他服事祈禱 那那些參加 還有呢 就是有sponsor 聚會的那些人 就全部可以和安卡羅 一晚一圍桌子吃飯 那到我那晚的時候 我就問了很多個問題 我問他 你怎樣有四年出門 你怎樣祈禱 我問他哪個問題都好 他總是回答我 他總是回答連率的 我問你怎樣祈禱呢 他說總是要連率 然後祈禱 他總是每一句話都說到連率的 他真的很有連率的心 神就大大祝福他 那吃完飯呢 就有一個丈夫 帶著一個太太就跟安卡羅說 請他為我太太祈禱 因為他的眼睛有一點東西在 然後我就看著他為他按手祈禱 他按手祈禱的時候 那個太太的表情是我永遠很難忘記的 他的表情是怎樣呢 是整個嘴巴抹到大 和歪了 那我不想示範什麼叫歪 就是他嘴巴不是上下 是歪一邊的 哭到歪一邊的 他嘴巴抹得大又歪一邊 是很強烈的感動 而同時我也都感受到很強烈的感動 是整個房間 每個人都感動 即使很多人一邊哭 我自己一邊哭 一邊哭 哭到最後 就是哭到他走了之後 他的聖靈恩高是很特別的 就是他有一個憐憫的恩高 他的心裏面很有連率人的心 神就喜悅他 就賜給他這個很強烈的恩高 可以祝福很多人去到不同的地方 我都希望大家渴望 不要只是渴望能力 是渴望神那種憐憫的人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憐憫 很多人的 今次我講完這個傳呼音的方法 你去做的時候 你發覺你是會做得到 還有如果有機會你去宣教 去近的人 即是來會的師 你有機會為人 其中你發覺他們真的會經歷聖靈 你就會有機會在香港 並且我們這裡都給大家操練 操練的時候 每個人都看到 神是將能力賜給所有信靠的人 你多親近神 你每天多祈禱 你自然有能力為人祈禱 你就會能夠帶到人信耶穌 這個應用出來就是連率 好了 有些東西我們要傳呼音的時候 留意的東西 其實這個已經是傳呼音很重要的部分 我們一起讀 聆聽 回應 關心人 與對方交談 聆聽對方的困難和感覺 回應對方的需要和感覺 這個是傳呼音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聆聽它和回應它 這是要習慣的 我們要習慣別人說一些東西的時候 去回應它 很多人是不懂得回應 包括我自己在內 很多時候是沒有回應過一些東西的 就是有時候 我們喜歡回應的就是回應 但是有時候有些東西是沒有回應的 我用一個例子 有時候我太太也告訴我 有時候我呢 有些地方沒有回應它 它怎麼樣 它問我 就是那個問題我都不記得了 你去不去哪裡吃飯 那我回答了它 我很多東西做 其實我有個意思 就是我很多東西做 我沒有空去那裡吃 但是我就沒有說下一句 就是我不去那裡 我只是說我很多東西做 那你就 那你心裡就覺得你應該明白 那它說 我只是問你 你去不去那裡吃飯 那你就是告訴我很多東西做 那你去不去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情況 就是你問一個人問題的時候 它是沒有回應你的直接問題 它回應了它 它回應了它心裡想著什麼 譬如它曾經 就是 Shirley問我 我們幾點鐘出發 那我就說 還有些事情要做 那就是幾點鐘出發 你自己想知道 幾點鐘出發 你預算了多久呢 那就是有時候 我們人就是這樣 人家說話的時候 我們不記得了回應它 沒有回應 沒有感受 它的感受於是沒有回應 那這個是需要學習的 如果你是有旁邊的朋友 是可以給你很大的幫助 如果你是願意聽人的意見 你可以問回你的朋友 我跟你溝通 有沒有有事 我沒有回應你 請你告訴我 那你就會學到 那我感謝神了 我太太就用很溫和的方法 就不會發脾氣的 他就是引導我 問回我 為什麼你會這樣回應呢 那我說 我就是在想 我就解釋給他 他就明白 他就明白為什麼我會這樣回應 但是他說 那你可不可以講完下一步呢 講完那個答案給我聽呢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要留意 聆聽人的感覺 困難 然後呢 就去回應他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很煩 我知道你很煩 我知道你很多重疼 變了一感受他的感覺 那時候呢 那個人就會覺得 你關心他 其實你單來做這一步 你已經會有很多朋友 然後他覺得你的愛呢 他也會更加容易接受你的邀請 去教會 去認識耶穌的 或者跟他說耶穌 他會更加認識 所以這一步呢 已經是一個傳呼音的方法來的 就是去回應他的感受 但是回應的感受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那我再講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說 唉 那些子女不聽話 那你可以怎樣回應呢 可以怎樣回應 是回應他的感覺呢 很多人就會這樣說 他為什麼不聽話 你可以這樣做嘛 你可以這樣教他嘛 那我想問你 你這樣回應是回應什麼 教員教官方法 是啦 方法 怎樣回應他的感覺呢 你都很傷心 我為他這樣 是啦 即是說那個感覺 我知道你不容易的 做爸爸媽媽媽 媽媽 見到子女不聽話的時候 心會有重疼 很擔心他 不知他怎樣 那時候呢 你就回應他的感覺 那他繼續說的時候 你又繼續回應他 那時候呢 大家就交流了 那我也覺得 神力預備 shirley給我 等我在這方面 再進步進步 因為我有時 上了天堂太多 即是不是真的上那種上 是我思想上 我思想是完全上天堂 即是我是完全 對於世上的事 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包括吃什麼東西呢 即是包括吃什麼東西 以及 就算去旅行都是 去完回來 我剛才問過 這幾次 今天有些什麼 因為他來講 他每一個經歷都覺得好的 有些什麼經歷 是你覺得我們一起做 很有意思的 我是會 好白的 即是我會想到 一件 兩件 不記得 即是不記得 我對很多 世上的事 是不太記得 那我有時 我也很佩服 有些人 他吃完一個人一次 他下一次會 那樣的類似 他會說 上次是怎樣 今次是怎樣 我會完全留意不到分別 他放在我眼前 我可能會留意到 即是我個人 比較熟天的方面 多一點 那神就讓我拉下來 讓我可以說的信心 沒有那麼上天 那這個是一個落地的 落地 跟人有交流的 好了 下面我一起讀 從人的需要入手 從人開放自己的壞入手 從人的需要 他的需要 還有他開放自己 那什麼叫開放自己的說話呢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從人開放的說話入手 有些什麼開放的說話呢 我們一起讀一讀 我不知道活著為什麽 我對人人失望 左右做人難 兒子對我無心 我很擔心經濟健康 我頭很痛 唉 煩惱傷心的表情 那這些呢 就是那個人開放的指 什麼叫開放和不開放呢 譬如你和一個人 是你完全很陌生 還有你覺得有種戒備心的 譬如這個人 曾經你看著他 怎樣對有些人不好 他和你一起吃飯 你會不會一直跟他說 唉 做人難了 會不會啊 不會啊 因為你知道他可能會 教訓你一頓 是吧 你會不敢啊 就是當人和一個人 會去講他的內心 這個是 就是他信任你 那這些說話呢 其實是非常重要 是我們要留心去聽 聽到對方有些什麼說話呢 我們就去回應 就是講出他的內心世界 那譬如就算夫妻也是 很多時候呢 就是多數都是 就是找求幫助的 是姊妹比較多的 因為弟兄呢 多數不覺得 找人好像很 好愚啊 好愚蠢啊 甚至搞不定 要找人幫忙 就是那種感覺 姊妹比較多 那姊妹呢 就會講到自己呢 就是他 他很難跟丈夫溝通 丈夫都不說話的 丈夫整天都 就是好像只是做自己的事 是的而是很難的 那可以怎樣做呢 當有時丈夫說一句說話 有時就算是同 就是可能太太沒有興趣的事情 譬如假設那個丈夫喜歡看打球 我不是鼓勵丈夫打球 但是真的那個丈夫喜歡看打球 那他呢 就入球球 哇 好開心啊 那你可以怎樣回應呢 有些太太太說 這麼大聲做什麼啊 人家入球不是關你的事啊 那時候呢 其實他開放他自己 那你說打球和人生沒有什麼意志 但是你想他接受你的人生意義呢 你不接受他打球 他不會接受你的人生意義 是不是 所以他當他很開心的時候 入了球 那你可以怎樣 哇 好厲害 是啊 是啊 就是有時你做太太 你都要學 對於他的事有興趣 那時候呢 他就覺得 你 即是你不只是關心他熟靈的事 就是想這個 而是你關心他開心的 總之他開放任何事 他開心 他煩惱 他有什麼重疊 你要回應 那這也是一些例子 唉 不知為何活著 這句話 真的好 他很信任 一個人才會說 或者他已經忍無可忍了 哇 都不知活著為什麼 那時候呢 這個呢 真的我們是 嘶 聽到這樣說 那有些人就會很本人這樣說 那你是不是想死啊 你千萬不要死啊 你的生命很有意義的 千萬不要自殺 那時候呢 他聽到會覺得怎樣 越吹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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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呢 可以聽他說 我那時候在醫院 有老婆婆說 老婆說 我很想死 她的兒子在那邊 你不要死啊 你不要想死啊 我們個個都不想你死 但是呢 我坐在那裡 老婆又是說 我很想死 我就問她 為什麼你想死 你覺得什麼 好辛苦 好痛 我就問 我說 你告訴我什麼辛苦啊 那她說給我聽 那我就跟那些子女說 有時候我都會這樣跟她說 我說 當她說想死的時候 你只是叫她不要死 她不覺得被接納 但是如果你問她 為什麼你會想死 你覺得什麼辛苦呢 你接納她 聽她說的時候 她覺得有人看重她 反而她不想死 但是呢 你原來吹迫她 她只是覺得 你只是叫她做什麼的 所以這些說話呢 我對人很失望 我可以了解她 就不要那麼快教導她 左右做人難 唉 兒子對我沒有心 兒子對我沒有心 他有什麼感覺啊 很失望 是不是 好像沒有了寄託 人生也沒有了意義 那樣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了解她的感覺 那她說 我很擔心經濟啊 健康 那你說 經濟我幫不了你 但是我們可以說 神真是幫到的 神真是幫到的 當然你不要 她說 譬如她 我很擔心經濟 神會幫到你 她會不會聽不懂 聽不懂 你問一下她 你告訴我 你經濟困難是怎麼樣 那有時候呢 問這個問題 好像很敏感啊 因為我聽到她的經濟很差 那就是要幫一下她 其實呢 我們能夠在人需要的時候幫助她 是一件好事 當然我不是說 你要無限量地幫 你是看情況 但是呢 我們 表示關心她 都是可以幫到她的 我頭痛這個身體 就是身體的痛 身體痛的時候 我們都聽她說 身體的毛病啊 唉 有時候呢 那我們又不知道 怎樣跟她說話 那我們可以怎樣說呢 我們又要 其他事情呢 就不要做什麼 不要太過定她是什麼 譬如你說她 啊 那你 那你就說 哇 你真是 好苦啊 哈哈 他就 他覺得 哇 你說得我很慘 那你可以說她什麼話 啊 可以說她什麼話 是啊 有什麼什麼煩惱啊 是啊 有什麼什麼煩惱啊 這樣說給我聽啊 這樣說給我聽啊 那這個呢 即是她的表情 傷心的時候呢 那你 那你 好沒有這樣說 哇 你的表情真的很傷心 這樣 這樣好嗎 沒有 沒有 因為你說完 那個人 就會很 很 就是很不喜歡 那我們可以說他什麼呢 我看到你這麼煩 很擔心啊 嗯 那我們每個字都要想過 凡這些情況 要想一想才說的 我看到你很煩 這句 這句 這句字 用這句字好不好呢 我看到你 好像不開心 是啊 輕一點 是啊 輕一點 即是最好最輕 不要說 哇我看到你收了眉頭 不要那麼重 哇 你的臉色不好啊 什麼 你的臉那麼青啊 不要說到這樣 而是說 儘量輕一點的 好像有些事情擔心啊 有些事情掛心啊 這樣 那這些呢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藉口的方法 你就不要想著 每一次藉口 立刻傳福音 那他就知道了 以後有些什麼 你就當然是第一步傳福音 所以有些人 你經常見到他 你不用第一次傳福音的 你是先建立關係 建立信任 好了 還有呢 知道人一定有困難 有痛苦 或者掛心的事 過程都有的 有或多或少 總會有一些 那 找到這些事情 怎麼做呢 你知道他有這個困難 第一就是為他祈禱 因為祈禱 神會指示我們 還有有這個心去憐憫他 第二 問神我如何開口呢 這件事情很重要 當我有一些傳福音的對象 有些傳福音的對象 有些傳福音的對象 是即時要做的 即不是很長時間 有些人呢 可能我們經常見到的 但是呢 是很難 因為他曾經抗拒過 我如何開口呢 我們就要 祈禱了 問神 我如何開口跟祈禱 用什麼方法跟祈禱呢 還有 找適合的時候 如果他發脾氣 或者跟你爭脾 一爭脾就不適合了 還有爭脾之後那幾天 都不適合 是嗎 所以我們要找適合的時候 還有呢 開口之後呢 留意他的反應 你一說關於小小 你關於他的困難 他都很歡喜 一說關於耶穌 他立刻就已經 臉色轉了 他的說話就沒有什麼反應了 那你已經知道了 那你呢 你要問神 我應不應該繼續 還是不要 就是不要繼續 因為有時候呢 就在那個時候 繼續反應到他 是會有抗拒感的 我們可以找 如果那些人 我們常見到 我們可以找一個 適合的時候 但如果那個人 是一次過 他怎樣反應 我們都要傳道 因為聖經講到 得事不得事 無語傳道 即有時候是必須的 那譬如 我試過有一次 有一個人 我去到泰國的人 她是太太信耶穌 丈夫不信耶穌 她的丈夫已經是臨終了 是最後一段時間 其實也挺辛苦的 但他很想愛傳夫 我就去探望她 我一探望她 她做什麼呢 不要說 在正常來說 我真的會不說 因為她既然這樣說 但因為她真是臨終的 那我就說 你可以聽我一句說話 我這句說話就是 如果你聽我所說的 是可以影響你 以後永遠去哪裏 去天堂 如果你真信耶穌 你可以去天堂 那我就說兩三句 他都是無反應 我就很簡單地說 盡快地說 你在困難的時候 痛苦的時候 神祈求耶穌赦免你的罪 救你 祈求獎會的神滅 但是我那時候 我都問神 用什麼說話好 我就跟他說 這一陣子 你怎樣回應我這句說話 是可以影響你以後在哪裏 那他是定了盈望我的 聽我說的 我希望他去天堂 我不知道 好了 留意對方的言語的內容和方式 這些其實 在日常生活都是很重要的 一起讀 就是說 對方有什麼表示 表示興趣或留心聽 更傾訴自己的苦情 發問為了更了解 問無關的問題 找問題來難倒對方 辯方 堅持己見 這裡有不同的情況 第一種就是 有興趣 公關耶穌 很有興趣 是否真的有天堂 哇 這個真是頂好的例子 頂好的情況 我想 全方個個都最想是這樣 很有興趣 或者很留心聽 定盈望你 這個真的 你就知道是最好 在這個情況 我們都不要獨白太久 雖然他有興趣 當然我們都可以說 我看到你很留心聽 有什麼令你有心去聽呢 可以問一下他 他有心聽 可以問一下他 譬如他來到教堂 你的教堂 有個陌生人來 我都很歡喜 見到你來 我都想問一下 有什麼吸引你來到這裡 我很歡喜 說起歡喜 如果你說 為什麼你會來這裡 那他覺得 是否知道我來錯了 這句說話 不是很重要 我們想一想 怎麼說 我看到你來很開心 有什麼吸引你來 那時候 他可能說出他的原因 這個就是 他有心 還有他這麼傾訴 他的苦誠 當你回應他 他都會說下去 那你不要嫌他煩 那你就去回應他 就是去想一下他的感受 感受的感受 又回應他 好了 有些人發明問人 更加了解 這個是好的 是不是 他們說 為什麼又有神 又有耶穌 那耶穌是誰來的 這個是一種了解 好了 另外一種 就問無關的問題 有些人就 就是無關的問題 我們都應該回答 比如說 你一跟他傳回一句 就說 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什麼分別 有沒有練過這個 很多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 你就不要說 你應該不要問 照答他 照答他 為什麼呢 我們都是想去幫他的 不要說 他都是好意 就是不是牌 就是不是故意去難倒我們 但有一種 是找問題來難倒對方 如果有神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困難 這個可能是他自己的問題 但他一直問下去 他總是問 如果有神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我會搞到這樣 為什麼會搞到我家裡又離婚 如果有神 為什麼神不幫我呢 這個就是難倒對方 那你就 在這個時候 你知道你有兩種工作 一種工作 就是怎樣了解他那種負面的情緒 那你不要說你負面 可以問一下他 當你聽到耶穌有什麼感覺呢 因為他可能說 我就是很不喜歡 我以前認識一個基督 他弄得我很不開心 那時候我們知道 那你就怎樣說 以前有個基督 對我做一些很差的事情 那我可以怎樣說 我代表他跟你說 對不起 我覺得很抱歉 因為基督徒居然會對你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很失禮 就是以我是神的義女 我覺得很失禮 就是他這樣對你 我真的很抱歉 那這個就是 可能他會軟化走 因為他只是敵對 那時候 就是有第一個 就是怎樣把他敵對的情緒化解 那第二樣東西可以做 就是去回應他 但有時候可能就不是那個時候 有些時候可以繼續 那我也試過有些人 他真的問很多很多問題 他是想證明有沒有 就是沒有神 那我就會這樣跟他說 我說 這個問題很重要的 我說 如果真的有神 這句話你要寫下 如果真的有神 你會不會想認識他 和去到天堂 就是問這個問題 如果 有時候我未傳呼聲 都會這樣先說 就是如果那個人是 譬如有時候家人說 你跟他傳呼聲 即他都坐在那裡聽著 那時候我一聽 咦他有些疑問 那我就會問他的問題 我說 其實 如果真的這個世界有神 你會不會想認識他呢 那有些人很爽 我想 這樣 我都 見過很多人 會說想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真的有神 所以他說 如果有神 他都會有興趣 那我說這樣就可以了 你有這個心 你想認識他 我可以告訴你 是有很多證據 要證明他是真的 好了 有些人難度 有些人辯駁 一辯駁了 你就知道 你盡量去回應他的感受 我知道你可能 以前對於基督教 有些負面的經驗 或者不開心的東西 可以聽聽他說 或者堅持己見 那有些人 他是很堅持己見 你嘗試再嘗試的時候 都很堅持己見 有時候我們就要考慮 要改變方法 或者 有時候我都需要放手 不是說不再全部 但是你再找到適合的機會 好了 那你還有留意對方的態度 和思想的 怎樣回應 就是 還有思想怎樣回應他 一起讀 開心開放 有興趣 無興趣 不集中 衝亡 輕挑 敵對 其實這些 不單止認為他全不開心 所有人際關係 那個內容 和他的態度 是非常重要 有個人的態度不好的時候 是表示他的內心 有些東西不喜歡的 他很開心 那當然是極好 你跟他全不開心 是有些人是這樣的 就是你說要祈禱 他很開心 這個是非常好的 開放 很開放 去接受 有興趣的 然後另一種 就沒有興趣 不集中了 經常看著手錶 看著門口 就知道你 他想走了 那你可以問一問他 你是不是趕著時間 也是 那時候 可能我們就是用一句 你記住耶穌 你試試跟耶穌聊天 求耶穌幫你 有些情況 我們都不能再進心 就是一句說話 你繼續 求耶穌幫你 你感謝耶穌 感謝神創造 那麼多好的東西 耶穌會祝福你的 這樣 那有些人 從這裡開始 他都可以認識神 不集中 匆忙了 即他很急 想走 或者輕挑 耶穌 耶穌的 那些不是真的 是假的 那你又看他的情緒 和他的思想模式 是哪一種回應 即我們要留意 兩類的東西 就是他的說話 和他的情緒 你先回應哪一種 但千萬不要用 控訴性的說話 不要說 你這麼輕挑 耶穌要罰你的 即就不要用一個 這種 即是一種 令到他有負面感覺的說話 或者他是敵對的 有些真是很敵對的 很強烈的抗拒的 那些情況呢 如果他是敵對 他說 我很討厭基督 我見到基督 我就討厭了 這樣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以退為進 你一定說 對不起 可能有基督令你不開心 你去了解 你就不要想著傳到呼音 你化解他的敵意 即是這個基督都很友善 傳到呼音都很友善 那這個就是化解到的敵意 好了 那下一步呢 就是熟練按手祈禱 這個是經歷聖靈報道法 或者就是為人祈禱 如果經歷到聖靈 都是一個 很有幫助 傳父人一起同 愈多用心靈愛護神 就愈有能力 愈多為人按手祈禱 就愈有經驗 愈多按手祈禱 就愈能分享經歷 第一個就是 就是愈多用心靈祈禱 就愈有能力 就是隨時一祈禱 立即感受到能力 我發覺 聖靈的能力 是不需要等的 如果你的靈開通 有時候我為人祈禱 尤其是廣願道 祈禱 有些人即時很強烈經歷 也有時在聚會 他們很開放的時候 一路廣道已經有人感動 或者一路領敬拜 已經有人感動 這個就是我們 時時有神的同在的時候 隨時聖靈都會留在 這個是我們學習 隨時即刻經歷到神的喜樂平安 那你的靈就開通 如果你有喜樂 我希望你每天祈禱都有喜樂 每天都 就讓那些喜樂在那裡湧流 湧流多久都不要緊 Hanny Baker 我講過去非洲的宣教士 在Mozambique 他是訓練了幾千個牧者 建立了幾千間教會的一個宣教士 他照顧很多孤兒 他當他經歷聖靈的時候 他笑了幾天幾夜 他說他直接去不了洗手間 他兩個人結住他去洗手間 幫他小便 就是他要這麼困難 就是直接沒有了能力 但是他之後回來 他也都整天祈禱 他周時的做一開始 一出台就跪下祈禱 騎了一大輪才開始抗疫 他在祈禱的時候 他不是五聖祈禱 他是靈的祈禱 是很強烈的 就是他那種和神的關係 那你越是多愛護神 你就越有能力 而且越多人按手祈禱 就越有經驗了 譬如我一人按手祈禱 我已經知道他 有些人是開放的 你會感覺到的 第一 你看到他搖 有些人會感覺到能力 有些人按手 他不只是沒有搖 你覺得他很硬的 就是他不是那麼開放 那你就不要說他不開放 你只是說神很愛你的 神很喜歡你的 你試試想一下 耶穌現在在愛你 祝福你 就是去引導他 而且你越多按手祈禱 就越能力分享經歷 因為像我這樣 我為了很多人按手祈禱 所以我很多經驗 很多人醫治 很多人整天趕出來 很多款我都見過了 於是有些什麼問題 我都告訴你 我都見過了 我祈禱他有改善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跟別人分享的 好了 一齊讀 熟練敏感神的大禮和聲音 這個你在服侍祈禱也都是需要的 全方也都是需要求神大禮 一齊讀 每次為人討告都求問神的大禮 再為人代討時都求問神的大禮 越多再聖靈充那些狀態 越來越聆聽神 就是我們討告的時候 求神帶領我們 怎樣為人祈禱 祂有什麼需要 或者我們為人代討 就是為他按手祈禱 又問神 我都試過 我才知道你不強 但是我試過 我一買那個人 立刻感受到憂傷 我就說 神會釋放你憂傷 我看著他哭 這種情況我經歷過很多次 神是會帶領我們的 我們嘗試去做 你為人祈禱的時候 所以都操練這件事 領受當事神的大禮 越在聖靈充滿的狀態 就越能夠聆聽到神的聲音 祂的指示 好了 傳呼音必須很重要 就是不要受傷害 因為很多人失敗的時候 就受傷害 於是以後就放棄了 不敢再傳了 就失敗感了 這裡就講出 怎樣不受傷害 一起讀 第一 欣賞自己傳呼音的努力 為自己有傳呼音 而感謝神 相信傳呼音被拒絕 也是名料神 相信傳呼音被拒絕 神也喜悅 總會有人信 有人不信 對某些抗拒的人 有某程度的放手 尋找如何在傳呼音上進步 這些都是一些方法 幫我們的情緒正面 其實事奉神都是有負面 可以有負面情緒 為什麼呢 譬如你練習廣道 你會發覺 講講一下 有些人就睡覺了 會有失敗感 很多事奉都會 這個是會造成傷害 傳呼音是可以說 事奉中最容易受傷害的那樣 所以很多人很怕 為什麼呢 就是欣賞 我會努力 真的感謝神 我有傳呼音 感謝神 我也有去做 感謝神 相信我被拒絕 都榮耀神 這是神給我的意念 現在去到審判台前 譬如這個審判台前 有一個人來到這裡 他沒有信耶穌 但是耶穌說 這個弟兄姊妹 有跟你傳呼音 你沒有信我 這個弟兄姊妹在神面前 就是榮耀神 是吧 但是有些人 他是沒有人跟他傳呼 但是神都說 直著萬物 你知道有神 還有你看到教會 還有看到復活節 聖誕節 還有聽到基督徒說歸耶穌 你知道有神 不過你沒有跟從神 還有人各個心裡面 都知道有神 神會跟他講 但是如果有基督徒跟他講過 更加榮耀神 所以就算他不信也好 我這樣做是榮耀神的 有一天在審判台前 神都說 你今有良善 有忠心的報仁 哈利多人 你有沒有傳過報仁 你跟旁邊都說 你是有良善 有忠心的報仁 哈利多人 哈利多人 是的 雖然我們個個都可以改善 但是我們個個都是 有良善 有忠心的報仁 好了 還有被拒絕 神都喜歡 即不是喜歡祂拒絕你 而是祂喜歡你 祂拒絕你都依然存 你依然有耐性 神你會欣賞 其實有一樣東西 被拒絕的時候 不要發怒 不要以後不理他 這件事很重要 有些人是這樣 傳聞都不信 就不理他了 我的一個例子是怎樣 那些造像很想 把人進去的小組 那些人進去就很歡喜了 那些人進去就不喜歡了 這個好不好 沒有 是很大的傷害 就覺得你是功利主義 還有 總會有人相信 有人不相信 相信這件事 我們只是做我們的責任 我們沒有責任 令到每個人相信人數 有些抗拒的人 在某程度放手 某程度放手 不是說你以後不從他傳呼 而是你 他這段時間抗拒 那你就放慢一些 遲些再來 就不是不斷的 見真 他就跟他說 見真跟他說 他就見到你就走 還有怎樣進步 這次傳呼音 有什麼進步呢 有什麼做得好 有什麼做得不好呢 好了 還有呢 對信任自己的傳呼音更有效 這是傳呼音的其中一個 就是那些認識你的人是有效的 還有那些人對你 即是很信任你那些 特別有效的 有沒有發覺 有 就是他信任你 他會起碼聽多你幾句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是傳呼音的很重要策略 我們一起讀一下 用愛心建立人對自己的信任 求問神如何向周圍的人傳呼 仍然向陌生來傳呼 第一就是要用愛心建立信任 就是要有這麼多人信任你 這樣你就更有機會傳呼 這是第一 包括我們有時候偶然接觸的人 譬如我坐飛機 我一上飛機我就想 什麼時候跟這個人傳呼 我未必一定一開始傳的 我會有時候在什麼事情上去建立關係 他吃東西的時候可能就幫一下他 總之有些什麼可以搭散 就是可以聊天的就聊 建立一些信任 或者關心他 你今次去那裡做什麼事 就是關心他 那時候用愛心建立那個信任 就更有機會傳呼 那也都求問神怎樣向他們傳呼 哪個人有什麼方法 另外一個人 就是家人有什麼方法 這個偶然認識的人怎樣 那另外呢 這些就是信任的人 但是那些不信任你 不認識你的人都依然傳呼 就是說最有效是信任我們的人 所以我們傳呼的策略 最重要是信任我們的人 然後那些信任你的人 就帶人那些人有信任你的 這個是我經常遇到的事 阿義牧師啊 我有一個人需要你 你跟他祈禱好過 這個就是他有介紹 有介紹就很不同了 那那個人就會信任我了 那這個都是我們傳呼聲的時候 可以知道最重要的是 是信任我們的關係 好了 第二呢 我們現在講到證明有神的證據 現在呢 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是你可以記得的 那你如果向外婆傳呼聲 可能這些就不是很用得著的 但是如果向年青人啊 或者都是中年的呢 是用得著的 那這裡列出呢 有客觀和經歷性的證據 那雖然呢 就是我寫這個字 但是你用的時候看人的 那有時候 我可能 有些人就覺得 是說到 真是有靈界啊 或者真是有人有靈魂啊 那些可能呢 對有些人來說 有興趣一點的 那這裡我會順悅自序 講到有神的證據 第一呢 就是聖經很準確的意義 那我就用了一個經文 一起讀 詩篇二二篇十六節 犬內圍著我 我擋環妖望我 他們扎你的手 我的腳 他們為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 他們分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 尖溝 這個經文呢 就是詩篇二二篇 是大衛所寫的 大衛寫這篇 詩篇很特別的 它裡面也都講到 那些神 那些神你為什麼離棄我 是誰說的這句話後來 是耶穌的十字架上所說的 大衛呢 他在這個時候呢 他會講到 他經文上下呢 講到他呢 我如水被倒出來 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 就是講到他整個人 好像血啊 流出來 這樣呢 就 和安置在死地的塵度之中 那你就講到 他是死的 刺穿的手 刺穿的腳 然後呢 就分他外衣 為我的女衣尖溝 那這裏呢 就是講到他呢 大衛呢 其實是沒有這個經歷的 他一生人都沒有試過 被人刺穿的手 刺穿的腳 他是應該在 在屬靈裡面 神讓他經歷到 耶穌釘十字架 他簡直是第一生的經歷 簡直好像在十字架上 他就講到 他們刺穿我的手 刺穿我的腳 分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尖溝 他就講出 釘十字架的前景 這個經文呢 很特別的 就是他 很清晰講出 耶穌死的方法 而聖經 不是說 全人都做得耶穌 聖經講明是大衛的後裔 被聽說明 在耶路撒冷被毀滅之前 那一位 因為 他講到耶穌被釘 然後耶路撒冷就毀滅了 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 就是耶穌被釘 耶路撒冷就會被毀滅 這位達二的書第九章 他們有講到的 好了 這個呢 就是另一個經文 就是講到耶穌死的時間 我一會把這兩個經文一起講 達二的書九章二五節一起讀 你當知道 當明白 從出靈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軍的時候 必有七個七 沒有六十二個七 正在加拿的時候 耶路撒冷連街大河都必重新建造 過了六十二個七 那受高者必備剪除 一無所有 必有一黃的運 來毀滅者 成何聖所 至終必如洪水充滅 必有爭戰 一直到底 方流的事已定了 這些經文其實我幾時開始研究 是當我信耶穌之後 我就偶然間在書局買了一本聖經搜查 在基督教書局 我買了那時很便宜的 十四元 現在是幾百元一盤 在那時很久之前的事 那時來說是貴的 不過現在來說 那些錢已經不同了 那我就將其中有幾項 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講到 舊日語言尼塞亞 我就逐節經文去看 逐節經文去看 這是其中我看到的一個經文 這裡就講到 出這個命令重新建 要耶路撒冷 直遭這個壽高軍 壽高就是 舊日就是尼塞亞這個字 新日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壽高者 當壽高者出現的時候 就有七個七從六十二個七 即是六十九個七 然後在艱難的時候 耶路撒冷就會連街帶那些 蠔 即是河 都會重新建造 然後過六十二個七 這個壽高者就會被殺死 被殺死之後 就會有一網的文 來毀滅這個城和聖所 是什麼人 知道嗎 就是羅馬人毀滅 所以耶穌被殺死之後 耶路撒冷就被毀滅 然後至終必如洪水衝 會一直打仗 一直到底 所以這個語言是講到什麼呢 就是耶穌被殺之後 耶路撒冷就毀滅 然後一直打仗到底 還有講到時間 出命令重新建造 耶路撒冷接到基督的時候 有六十九個七 即是四百八十三 好了 這裡我就寫出 那些時間 就是預言到耶穌釘十字架 首個釘村和三被人分了 這個預言都是很特別的 這個很特別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是 沒有人公開行刑是脫衣的 但是唯有羅馬人 釘十字架 他們有些圖畫是這樣的 整條路 釘很多他們的背叛的人 全部脫衣在那裡 釘十字架 即是是 是一個最侮辱的刑罰 也都是呢 神是挑選祂的兒子 是最被侮辱的情況 為我們死的 其實這個呢 是很重要的 即是耶穌除了我們一切的侮辱 一切的羞辱 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神真的是 真是很偉大 耶穌真是很愛我們 即是讓耶穌的兒子 是經歷最大的侮辱 然後呢 再講一下時間 時間這個圖 出命令重新建的耶路撒冷主前 457年的時候 有些人有不同的時間計算方法 這裏呢 在加勒亞伊拉 以斯拉記那裏 是有講到一句 就是重建祥門 但其實他回去呢 是重建耶路撒冷聖殿的 但其中有一句 是講到重建祥門 所以可能在那時候 已經開始重建耶路撒冷 在那時候開始計算 就是主前457年 然後耶穌蘭被重建 因為那時候他們亡了國的了 亡了國 然後呢 就重建 重建之後呢 耶穌被釘就不是主後26年 主後26年是他出受洗 那應該26年呢 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這個主力 是有一個人 在耶穌之後幾百年呢 他就倒算數些時間 計算主力 就是在耶穌的時候 沒有說現在公元開始的 沒有啊 因為耶穌那時候 是不被接納的 所以並沒有這個系統的 但是在羅馬帝國的時候 後來有一個人呢 他就說 我要用耶穌的時間計算做功力 這個是神很特別的一個感動 感動這個人去做這件事 不過這個人呢 就計算了幾年 所以耶穌出生的時間 就不是公元 而是公元前 大約三至五年之間的時間 就是他計算了少少 這個是可惜的事 所以如果這樣計算 主耶穌就在公元前三至五年 就是這個當作四年 那時候到主後26年 即是他多少歲啊 30歲 30歲 30歲就是耶穌受洗 被高立成為受高軍 是吧 由457到26 加起來就是多少呢 如果你用心算 6加7就是13 是吧 5加2加7就是8 483年就是 正常我不是說到 69的7就是483 因為為什麼呢 70的7就是490 是吧 490減7就是483年 這個呢就是很奇妙 聖經講到 由出命令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耶穌主言 是有483年 真是這樣的時間出現 是很特別的 然後呢就講到他 被釘之後 耶路撒冷就被毀滅了 這個主要是70年 那耶穌被釘的時候 就是耶穌被釘的時候 大約是30年 30年到70年相隔多久呢 40年 就是一個世代的時候 就是同一世代 耶路撒冷就毀滅了 所以這個語言 剛剛借宣所說 是被人看到 聖經的語言 是很清晰講明 有什麼發生的 由出命令重建耶路撒冷 直到翼 基督出現 是有483年 然後呢 耶穌就會被殺死 然後呢 殺死之後 有人來毀滅這個城 那麼這個 毀滅這個城呢 猶太人想不想 耶路撒冷被人毀滅了 不想的 沒有人想的 是不是 而且 這樣寫完 是 一定會被人罵的 你想想 譬如有個中國人說 譬如這樣說 那個中國人說 到了某時候呢 北京會被人毀滅了 你猜 那些人聽到會有什麼反應 就是罵他們 有沒有搞錯 你是中國人 你一說北京被人毀滅 當然不會這樣說的 但他會說 他不單是毀滅 還會怎樣 爭戰到底 哇 真的很慘 是不是 但因為他出於神 所以會這樣說的話 這次我所講的這個教導 希望大家回去重聽 讓你能夠記得這些事實 記得這些經文 就是用來全方應用的 好了 這個《以斯拉記》九章九節 那裡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重建耶路撒冷的祥門 一起說 能重建我們神的見 修其毀壞之處 使我們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有祥門 即是說到 猶大和耶路撒冷有祥門 所以他可能會重建一部份的祥門 OK 有沒有問題 關於這個 即是說 由出命令重新建造 即是之前已經毀滅了 這個重建又很特別 為什麼呢 因為以斯拉那時候 他們是亡國的 是波斯帝國 波斯帝國 好像你想像是 中國人被蘇聯抓走了 然後有個人跟蘇聯說 你讓我回去重建北京 他肯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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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然當時是讓他回去 在這個很特別很特別的情況 讓他重建聖殿 然後重建耶路撒冷 這個是神特別感動 他們能夠這樣做的 這個是神的恩典 出命令建造耶路撒冷 到耶穌的時候 真是483年69的七 然後耶穌被聽之後 耶路撒冷去毀滅 也就是說 耶穌是大位的後裔 生到耶路撒冷毀滅之前 最後一個國 耶穌沒有結婚 最後那個長子的孫 去到那時候 他被殺 然後就是 耶路撒冷毀滅 所以如果耶路撒冷毀滅之前 耶穌沒有出現 那便應驗不到語言 或者之前 總之之後之前的 或者相隔很遠的 又是不應驗到的 但是呢 是很奇妙 是同一世代 耶穌被登 又是十二毀滅 然後打仗 我們現在經常都聽到 是不是 中東是不是很多打仗 經常打仗 而且現在打仗 是用很多恐怖的活動 很多訓練恐怖分子 甚至小孩子 小時候已經教他 你殺人 還是上天堂 那你就怎樣享受 而他講到天堂 是講到很多女人 服侍一個男人 那他們的天堂 其實是很可惜 很多人又很相信 他真的帶著炸彈 他想炸完 他就上去很多女人服侍他 那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欺騙 魔鬼很大的欺騙 到今天都是不斷有這些 很多這些恐怖分子 啟示錄九章十七節 就是説 我就是異仗中漢 見那聲馬和騎馬的 騎馬的空前有鴿如火 與子馬路並流黃 馬的頭好就有獅子頭 有火有煙有流黃 從馬的口中出來 口中所出來的火與煙與流黃 這三人災殺人的三分之一 這裏是講到 有一件事 那件事是甚麼來的呢 這個形容就不太清楚 即是馬和騎馬 騎馬的空前有鴿 鐵鴿 好像火一樣 有火 有子馬路以流黃 那馬的頭好像獅子頭 有火有煙有流黃 有流黃在馬的口中出來 殺死人的三分之一 流黃是可以燒 但燒起來不會殺死很多人 但用流黃做的炸藥 就可以殺死很多人 而炸藥是在主後 大約一千年左右才發生的 所以在耶穌的時代是沒有這件事 在那時候他們不知道 流黃有這種作用的 那這件事到底是甚麼呢 我們不知道 不過有可能是打開車 可能不知道是否 或者另一種東西是會噴火的 會殺死很多人 OK 還有聖經合乎科學性 這三個經文很重要 我們講完這裡 我們後面那些暫停之良 一八九三七節一起讀 神將北極空在空中 將大地連在虛空 以賽書四十章二二節 神坐在地球大軒之上 好了 這裡講到就是 將大地懸掛虛空 全世界人都以為地是平的 不是懸掛 但聖經是說 這個地球是懸掛虛空 懸掛虛空 並且在以賽書講到是地球 那麼地球為甚麼懸掛虛空呢 以前的人是沒有辦法思想到的 但這個是聖經所講的 是很奇妙的 是吧 能夠說出地是懸掛虛空 不是放平在地上的 二百紀三十八章三十五節 你能發出閃電 救他走去 使他對你說 我們在者類 即是 以前的人對於閃電 是完全不知道是甚麼 亦都不能夠控制 你能夠發出閃電 對人告訴他們 我們在這裡是這樣的 然後呢 這個經文是怎樣應驗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手機 對不對 手機呢 就是它能夠發出電 它又不是閃電 但是呢 因為以前沒有家裡的電 所以它能夠形容 神力形容就是電 即閃電的電和手機的電一樣 不過是弱很多的意思 我們能夠發出閃電告訴他們 你看我們在這裡 那這個呢 就是手機很多時候的用途 其實這個神很特別的一個 聖經的預言 非常之特別的 說出手機 即是人可以用電來傳遞信息 但是當日是沒有這件事的 我們 看完最後這個 聖經考古的證據 就是狼鴨 其實有很多的 不過狼鴨方舟比較出名 但是我想說近代是沒有人肯定找到 但是之前有很多人已經找到的 在主前和主後 有不同的古書呢 已經記載見到那個方舟 和那些人上去 拿到方舟的木 在山下那裏 有個教堂有個十字架 都是用那些木來建的 那就是有不同的 並且它有些人 將山上那些木 拿出來做一些紀念品 就是那些古書有記載的 就是證明真的有方舟在 就是聖經所講的阿拉涅山 很危險的山 那個山是隨時有山崩的 很多石頭滑下來的 所以上山是很危險的 沒有理由搬船上去山上 但是聖經說了 它真的在這個山 阿拉涅山土耳其 真的在主前和主後都發現到 在那裏 但是為什麼今天找不到呢 是因為有地震 但將它震滅了和埋藏了 有些人說找到 但是現在是未肯定的 我們都希望是真的找到的 以上我們今天講了一些證據 我們傳呼聲的時候 可以用這些作為一個 傳呼聲的幫助 我再總括一下簡單 因為今天講了很多東西 很簡單地講一講 怎樣傳呼聲 第一 神喜歡我們有憐憫的心 傳呼聲要留意什麼呢 聆聽 回應 關心人的 人家開放的說話就是那些入口 關係都一樣 從人開放的說話就是入口 如果知道人家都有困難 有需要的 就由那些入口 留意他講話的時候 如果他針鋒相對 你知道就不要跟他針鋒相對 一咬就不要跟他咬 一咬就一定沒有好結果 他一定想咬贏 我們留意他到底是辯駁 還是他沒有這樣的心 沒有什麼心的時候 我們要尋求神給我們智慧 還有看他的態度 他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還有熟練為人按手討告 熟練的時候 就更加容易幫人經歷聖靈 又敏感聖靈的帶領 他不信得好 不要受傷害這個很重要 不要受傷害繼續去傳 還有信任我們的人是最有效的 所以你公司的人 你的同事 你跟他建立關係 然後很多公司不容許你上班的時候 傳福音 你就在下班的時候跟他一起走 或者幫他忙 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在那時候去分享 這就是一個好的機會去傳福音 證明有神的證據 聖經的預言 預言到耶穌釘神之間 三個人分了 還有耶穌來的時間 這裡用了兩個方法 就是六十九個策 和耶穌被釘之後 耶路撒冷就毀滅 即是在叫做耶路撒冷 和毀滅耶路撒冷之間 耶穌就會來到 並且被人殺死 所以這裡說到他被人殺死 是很清楚的預言 還有就是聖經裡面 亦都說科學性的證據 就是這個都是預言 火如煙入流瓦 還有就是科學性 聖經會說出地球懸掛虛空的 還有說出能夠發出閃電 和人說你們在這裡的 這些都是一些我們可以傳福音用的方法 那我就想停留在這一頁 我們就想操練 大家操練 去用這些來講聖經 即放人傳福音 說給他聽這個神是真的 我想說這個只是叫做 pre-evangelism 是預備它 福音預供的 真理傳福音就是講到 關於耶穌為我們實際上 這個是福音預供 我們現在就操練福音預供 那一陣子我就邀請有些人出來 嘗試講一下 嘗試講一下 講給別人聽 耶穌的聖經的語言很特別 不過聖經的語言也有很多人說 會不會這些是過後寫的 很容易回答的 因為耶穌之前一支年已經有聖經 已經有聖經讀 聖經每天都讀聖經 沒有理由有聖經 沒有聖經 聖經在耶穌之前已經翻譯了不同的語言 所以肯定知道 聖經是在耶穌之前已經寫了旧的聖經 有些人說那些語言是過後寫的 但是肯定在耶穌之前已經有了旧的聖經 所以有些人這樣說 是他不知道歷史 所以會這樣說 關於詩篇22篇16節那裡講到 他們扎了我的手 刺穿耶穌的手和腳 這句語言很特別 因為全世界有很多種刑罰 有沒有聽過中國古代的刑罰 有 清朝的殘忍刑罰 日本人的殘忍刑罰 中東人的殘忍刑罰 不同的時間很多 但是全世界只有在耶穌之前幾百年 和耶穌之後幾百年 在中東的地方只有十字架 全世界都沒有 聖經說出一個刑罰是全世界都沒有 但是聖經說明是這樣的 但是那時候是沒有釘十字架的 那時候是沒有釘十字架 但是聖經會說明 指明耶穌會被釘十字架 但是這個指明是大衛 為什麼是耶穌呢 因為大衛沒有這樣的經歷 而耶穌是大衛的子孫 他應驗了這個語言 就讓大家看到 大佛好像代表耶穌說出他的經歷出來 並且在其他經文 在撒加律書說到 他們扎了他 扎了他 就是刺透他 那就是有兩處經文 有講到這個刺透的 他應該是從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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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就不用了 他是從頭到尾 他應該是在 他應該是拍攝的 真相當 他應該是拍攝